在这浩瀚的地球版图上 想必隐藏着无数令人心持神网 又望而生畏的秘境 那么说到死亡之地 你会想起百慕大三角 还是瞬间湮灭的古城 或者是迷雾缭绕的山谷 又或是深邃无垠的海洋 但今天让我们将目光投向东方 那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 中国 去揭开一个被岁月尘封 却又无时无刻不再吸引着 无数探险者灵魂的禁地 昆仑山死亡谷 昆仑 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股 超凡脱俗的气息 它不仅是华夏儿女心中的神山 更是无数传说与神话的摇篮 在遥远的古代 这里是仙人居住的仙境 是通往天界的门户 而在现代 它则披上了一层更为神秘的面纱 成为了世界十大禁地之一 让人既敬畏又向往 那么这座处立于天地之间的神山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又为何会有死亡谷 这样令人胆寒的称号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总是会说 在昆仑山的深处 有着地狱之门的存在 不论是什么生物进入其中 都难逃一死 最终被拖入地狱当中 之所以会有这样 会声会色的传说 主要是因为在死亡谷当中 确实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 死亡峡谷的本名叫做 纳林格勒峡谷 占地面积约为 三千五百平方公里 主要位于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区 这一死亡谷的全长为一百零五千米 宽度为三十三千米 海拔则在三千两百米到四千米左右 虽然得名死亡谷 但它并不荒凉破败 相反 由于位于纳林格勒河的中上游 这里的牧草长得还不错 湖泊也如明镜般清澈见地 像是一片仙境 然而美丽的鲜花 往往都是带刺的 1983年 一群无辜的马群被河谷中那片看似 丰饶石子暗藏杀鸡的牧草所诱惑 踏入了传说中的死亡谷 对牧民而言 这些马不仅是生活的依靠 更是家族的血脉与希望 面对爱马渐行渐远的背影 他强忍恐惧踏入了那片禁忌之地 而这一去竟是永别 当牧民冰冷的身躯被人在峡谷口发现时 他的手中依然紧握着那把试图捍卫生命的猎枪 他双眼圆睁 仿佛要将最后的恐惧与不解永远眷刻于世 他的表情扭曲嘴角大张 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 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是什么力量能让他这位精力丰霜的汉子 在瞬间失去了生存的勇气 死亡谷 这个名字仿佛自带诅咒 他不仅吞噬了人类的灵魂 连自然界的生灵也未能幸免 谷中白骨雷雷 无声地诉说着过往的悲剧 每当夜幕降临风穿过山谷 似乎还能听到那些亡魂的低语 让人不寒而栗 当地的人们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敬畏与恐惧 他们相信这是神明的试炼场 任何胆敢踏入者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然而在科学的光芒下 这一切看似超自然的现象 开始显露出它的物理本质 上世纪90年代 一直由新疆地质局组成的科考队 带着对未知的渴望与对科学的信仰 毅然踏入了这片禁忌之地 他们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自然的奇观 更有可能是对人类认知极限的挑战 随着深入科考队员们逐渐感受到了死亡谷内那股无形的力量 磁场的异常波动 它如同一张巨大的网将这片土地紧紧束缚 越往深处 这股力量就越发强大 想必强地磁效应就是一切诡异的源头 要知道强地磁效应会让该地区出现打雷 甚至尖端放电的自然现象 如果是闪电击中上文中所说的木马人 那么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 可正当科考队员准备揭开这神秘面纱之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破了宁静 雷声轰鸣 电光闪烁 仿佛大自然也在警告着这些不速之客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科考队中的一名成员 厨师长王立成不幸成为了雷电的牺牲品 他倒下的那一刻 眼中满是对未知的恐惧与不解 仿佛亲眼见证了自然界的终极力量 据王立成后来回忆 自己炒菜时突然开始打雷 头顶出现的轰鸣声让他感觉到 雷距离自己很近 紧接着就看到了一道闪光朝自己劈来 接下来他就失去了意识 在醒来时完全不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显然从他的情况来看 他应该是被雷电击中了 随后科考队的探查结果 似乎也揭示了这一事实 死亡骨当中有着强磁性 达到了一千高斯到三千高斯左右 而一千高斯的磁性就已经可以把一个体重两百斤的成年人轻松地吸起来 因此无数在死亡骨当中丧生的人和动物 可能都是因为超放电现象 而关于死亡骨的另一个传言 就是被杀死的动物或者人 其尸体会凭空消失 这一点可以用死亡骨底下的地下暗河来解释 当夏季来临 这里的洞土就会融化 然后成为沼泽地吞噬海骨 海骨再进入暗河 最终彻底消失踪迹 当然了 这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 有关昆仑山死亡骨的未解之谜 从这一说法来看 诡异事情频发是自然现象导致的后果 但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 科学的解释 似乎并未能完全平息所有的疑问 当地人对死亡骨身处东西的坚信 如同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 难以撼动 他们口中的神明 或许只是自然现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但在他们的心中 这却是一种超越科学的存在 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与向往 昆仑山 这座被誉为神仙住所的仙山 自古以来便是神话与传说的摇篮 住在这里的 就是古代神话当中的西王母 西王母是道教当中至高无上的女神 我们常说的王母娘娘保佑指的也是西王母 道教的信徒们相信 昆仑山是通往天界的桥梁 是修得真道完成飞生的圣地 这种信仰不仅赋予了昆仑山神圣的地位 更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与奇幻的色彩 然而当我们站在科学的角度回望这一切时 不难发现那些看似神秘莫测的现象往往都有着其背后的科学原理 死亡谷的超放电现象地下暗河的吞噬作用 这些都可以用科学的理论来解释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否认 昆仑山及其所承载的神话与传说早已深深的烙印在了人们的心中 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记忆 因此当我们谈论昆仑山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一座山 一个地理名词 而是在谈论一种文化 一种信仰 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向往 在这座神山的见证下 科学与神话交织在一起 共同书写着人类对自然 对生命 对宇宙的不屑追求 与深刻思考 对宇宙的不屑追求